我们看PD3 2015第三set的题目 它在这边呢,它说 在学校的那个数据它有promotion 那笔跟dictionary ok,so我让笔是rmx 我的dictionary是rm1 所以在这一个我就有 12345678大字笔 所以它是rmx加y 会是等于30,30元 ok,然后这个是我equation1 然后过后呢,它就有5字笔 就5x加y 会是等于21元 这一个是我另外一个 another offer 5 pen a dictionary 21 然后它叫你找price of pen 就是说你要找出x的value 所以这个是我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然后我用我的equation1 来解决我equation2 我就有3x等于9 所有的x等于3 所以我的pen是rm3 这个就解决了 它其实就不需要再做下去了 然后其实如果我要做下去的话呢 我的subx等于3 into我的equation2 我就有53加y等于21 然后y等于21 减15等于6 所以我的那一个dictionary 就是rm6 这样